上期演示了电磁弹射原理很简单 只要把磁铁分两边整齐排列 就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电磁弹射装置 然后把磁铁换成线圈 不仅能让纸飞机飞起来 用模型机也是一样 这就是你们问掉下来的东西 它是一个惯性的机械卡扣 当飞机起飞后自动脱离 并且可以用来固定飞机 就是这个小东西了 这个原理除了弹射外 还能做成电磁炮 直接把线圈改成圆形 我们直接先用磁铁验证一下 用柱形磁铁和圆形连接起来 顺便感受一下磁铁玩法的吸水魔性声音 再把一根导管放到中间作为枪膛 用胶圈为导管固定好位置 这套发射装置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就可以用来测试效果啦 把金属物体放进导管里 推动一下就可以发射出去了 验证了理论效果后 做成实物测试 同样把磁铁换成线圈电磁铁 来看看测试效果 和前线电子弹射一样道理 只要持续增加磁场效果 这便是强大的电磁炮啦 测试效果 土 律 律